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這次很特別 今天這個日子 結婚24周年 24年前 1998 今天和朋友一起慶祝 所以拿一支大東西出來 這支Rare 這支香檳田 它主要是一間 叫做Piper High Set的莊 它是一間他們最優秀的庫廢 其實這支麥林的香檳 它會給它平時的 按列時間較長 這支按列時間 如果沒有記錯 也有十六、十七年 這支應該挺不錯 它主要是 Chardonnay提子 大約70% 另外有30%的Pinoa 現在就開來看看 其實開麥林的香檳 和普通瓣 都一樣 很小心 用 鬆開盒子 然後用手按一按 主要是扭一扭 瓶子 慢慢扭一扭 其實都很容易 慢慢扭一扭 它會慢慢扭一扭 那麥林的香檳 通常它 其實你見到一條鏡 其實跟普通香檳 其實它的尺寸差不多 所以其實它的 含氧氣的位置 其實都差不多 跟普通瓣 但是它的尺寸就大了 其實它普通 正常來說 它的清潔性 就會保持得 比正常瓣 會好很多 那麽快就開完 那麽快就倒入杯子 看看情況 其實它的顏色 其實都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金黃色的 那麽泡也都非常漂亮 那麽泡也都非常好 嘩! 嘩! 那麽泡很清潔 但它清潔得來 其實它還有很多 我們稱它為Bioche 即是有些 有些香檳 有些香檳 然後有些 很香檳 的香檳 香檳 它就會更加 令到整支酒 會更加平衡 那麽泡 其實現在這麽泡 是一個很舒服的 那麽泡 如果這樣聞 你真的 非常之一流 這些樓泡 堂浮來 Oke encore 下口試試試一點 噢! 下口的話 酸度非常之好 果頹也可Not aproble 詳衡 也許會站在這麽泡 其中一斤 一個很低的水平 到了這麽泡 有些椰索 也許有很多水平 但你便会感觉到 它是一个很好的 Minros 去支持了整支酒 接着你第二口再回味一下 其实你在舌底后面 就有一些很甜丝丝的糖的感觉 浮出来 其实你落到口口 其实是一支非常非常舒服的香菌 我又看看一会儿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可以多过一个两个小时 看看它的变化 因为我也不知道会不会 那些朋友已经喝完之酒了 希望可以有 下一集继续 来吧